大家好,我是大川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那就是,为什么自1972年以后 人类并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呢? 作为地球的卫星 月球是整个太阳系中 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天体 也正是因此 科学家们对月球的关心程度 是远超其他天体的 因为距离近 也就意味着探索难度更低 探索成本更少 尤其是相较于金星、火星 这样的天体来说 探索月球无疑是更加核算的 然而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自1972年之后 人类并再也没有登陆过月球 即使到了航天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也没有哪个国家再提出过 有关载人登月的计划 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时间回到1961年5月25日 坎尼蒂总统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在未来十年内 要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 并使他重返地面 这是对苏联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的回应 整个美国的威望也在此一举 而这项任务就是著名的 阿波罗载人登月探索计划 最终于1969年7月21日 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 在这包括阿姆斯特朗在内的三名宇航员 成功登上了月球 迈出了人类的一大步 书写了人类在探月进程中辉煌的一页 当然有关此次载人登月的实情 在网上也是众说翻云 有关美国载人登月骗局的言论 也应运而生 但是不管怎样 此次载人登月已经被成功载入了实测 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在1972年 阿波罗17号成功完成载人登月任务之后 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世界各国 并不再实施载人登月计划 直到今天为止 虽然各国人在积极开展对月球的探索行动 但是也仅限于使用各种月球探测器 而非宇航员对月球进行实地勘探 也正是因此 网上才开始流传出了 各种有关美国为何停止载人登月的猜测 有阴谋论者指出 早在1969年 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地表的那一刻的前六小时 登月艇其实早已经着陆了 红艘的太空人埃德林 它目击到了不明光源 甚至因此崩溃大寒 看到了突然消失的不明物体 而这也让此次登月计划差点叫停 不过诡异的是 这神秘而关键的六小时画面 却离奇消失了 NASA对此的解释是 因为录像带的母带被洗掉了 时间来到1973年 NASA第一次公开了登月任务的一些结果 在一番秘密声明中 NASA指出 所有25名参与过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宇航员 都曾在月球上空遭遇过不明飞行物 而美国前登月计划负责人 韦赫冯布朗也曾在生前表示过 数次阿波罗登月任务 似乎都遭受过某种地外神秘力量的监控 因此根据阴谋乱者提供的这些信息来看 美国之所以停止了载燃登月计划 实际上是因为对地外外民的恐惧而导致的 对于美国停止载燃登月的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是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那就是当初美国登月的政治意义 是大于科研意义的 在冷战的背景下 当时NASA的资金可以说是无限的 所以财后巨资支持了阿波罗计划 当这个政治意义达到后 苏联也无法追上美国后 美国就终止了这个耗资巨大的项目 而苏联放弃登月 转而追求空间站计划 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收益和前景 因此美国放弃登月后 苏联也随即将工作重心 转向了空间站的研发工作 当然以上两种说法都能喊好的解释 世界各国停止登月的原因 但是相较于第二种说法来说 第一种阴谋乱的说法 其可信度实际上并不是很高的 因为其作涉及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机密 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 其中也就不能排除被人注入水分的可能性了 也不最后 大川还要补充一点的是 美国将在十年内再次实施载人登月计划 预计是在2028年的时候 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 本期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